在爱情中,主动的女人和倒贴的女人会有这五个不同 很多男人总是不明白一个事情 女人主动和女人倒贴有什么区别 而且女人也总是在想 在爱情中,什么样的度就是主动 什么样的度就是倒贴 如果女人和男人想弄明白这个问题 那就应该看看下面这五点 相信你看完后就会比较明白了 一,主动的女人在爱情也会付出 但她的付出并不是毫无节制 或者付出比男人多的 主动的女人是没有目的的付出 而倒贴的女人则是处处为男人付出 她的付出是有目的的 就是想把这个男人留在自己身边 二,男人对主动的女人心里是比较喜欢的 主动的女人也更加吸引男人 倒贴的女人,男人对她很少有爱 而且男人对倒贴的女人的在意度也是很低的 三,主动的女人不会为了男人放弃自己的尊严 更不会为了这个男人做傻事 男人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他不强求 而倒贴的女人则完全没有了自己的尊严 当男人离开他的时候 他就会想尽办法挽留 哪怕是放弃自己的尊严 四,在追求男人的时候 男人如果答应了 女人和他在一起就是主动的 而男人如果还没有表态或者已经拒绝 如果女人在死皮赖脸跟着这个男人 那么女人就是倒贴了 五,在结婚的时候 应该是女人占据主动权 如果女人放低自己彩礼要求 那么女人就会倒贴了 如果女人坚持自己的想法 只要在合理的程度内 那么女人就是主动 在此我也要提醒女人 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做倒贴的女人 倒贴的女人在结婚后 往往是受尽欺负的 你说你怎么能做得上 ت干吗 然后送两个人 在减少什么 就是中国艺术 线连着 回来 再则